2017全国排王争霸赛 与战与勇 我们强势夺冠 2018新赛季 大幕拉开 万众期待 登陆3w.gogog.cn 参与网络选拔 就有机会晋级电视赛 最终胜出高手 将组队征战全国各路豪强 分享百万终极大奖 与杂与勇 从军门 凶敬 2018全国排王争霸赛 我们等你来战 今天李靖首类 虽然不是第一次坐上比赛台了 但类主依旧很紧张 出现了一些失误 另外两位挑战者 周南大和蒋贤荣 同样也是失误连连 不过蒋贤荣的运气较好 在上半场结束时保持领先 上半场的话 就是三位发挥的 就是失误的话都一点多 下半场 类主更加保守 稳扎稳打 几乎不抓牌 努力打好配合 李靖的保守策略 能否让他蝉联类珠宝座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一口越吃越海等等 为一口打开的三二一派 晕川豆腐入味 选手提供的奖品支持 登陆3W.Google.4 会在扫描期末下方 而为骂 保命参加我们的节目 感谢海林皮操界 对本节目提供的大力支持 卖高档皮衣 都到海林皮操 七局浙江海林二十家工厂 餐地指销 卖人一把新款皮衣 全商量者 再借一商贼 真调皮衣 四千九倍路 皮毛一气九倍九十八 双面利七百七十八 羊毛三九十九 前五十名拨打进电话的观众 将获得免费赠送的夹子 298的真空包温杯一口 资讯者先 02386561357 底子都在旧龙婆去 血家玩 青贵盏低速克 芝麻路狭心一杯咪 讨好花人二十十成 二十路东几颗倒打 娱乐耍大牌 他们生都赖 台王军报赛 优利准竞赛 大家好 我是显前门 我是芳哥 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 锁定文体娱乐频道 收看我们的节目 娱乐耍大牌 对 昨天我们节目呢 张老师冲击四连贯失败了 其实很可惜啊 本来我们还觉得 有一个好成绩的女类主 对 但是呢 昨天我们新类主 虽然说功累成功了 比赛完一直在跟我们交流 一个问题啊 啥子 他不晓得娱乐耳朵 都特别紧张 光是我还颠错 娱乐耳朵 没关系的 我觉得是 这个女类主 还当有可能紧张 多当几回来 他都不紧张 也有人啊 当了好几期也紧张 也有错 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要自己学会调节好 自己的心态 要把心态调节好 你毕竟是毕竟赛 就你打比赛的时候 心里就一直要提醒自己 我叫不紧张 我叫不紧张 好 开玩笑了啊 今天呢 心里主将要守累 希望他有好成绩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三位选手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三八区的蒋生育 我是通过 现场海选的第一面 今天我的来的来呀 主要是中在参与嘛 尽量打出自己的水平 拿个好的成绩 大家好 我来自同安区 我叫做南达 我平时喜欢看那个 我打大了的节目 但是好 我今天没有误会 今天正在参与嘛 分区拿个好成绩嘛 大家好 我来自渔中区 我叫李静儿 昨天的比赛 由于排面不好 所以上班上的我的分数 一直不理想 到四十九的时候 我慢慢地把比赛追了上来 今天你拿下了这场比赛 我跟郝彭一把内组打一下 那要好好深深地把内组作文 李静老师今天将要冲击的是两连贯 对 刚刚的这三位选手 你看好哪一位 现在还是有句话 还开始都不好说的 而且这个比赛的变数太大了 这个上期比赛本来外 就在上班上 张老师发挥很好的 最后一样的招了 对 所以说现在不好说 有时候技术重要 台运也重要 也重要 对 祝他们好运吧 来 进入到今天的比赛 好 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比赛 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品牌嘉宾 我们的老朋友了 吴正斌 欢迎 好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三位选手 内主呢是李静 今天是他首类 另外两位 一位叫周南大 还有一位叫蒋贤荣 第一把牌 蒋贤荣这牌的话 上都可以名牌 因为他这牌是三到四的 孙子和八到毛的孙子 孙子 他这牌出三十五六七的话 没对啊 可能就说他牌啊 牌型他也没看清楚 他会花牌当期呢 不要了 但是不合理啊 这样的话好亏的 你想我现在出三十五六七的话 都只能出四到毛回来了 过了 他也 我真是不知道他这个牌是怎么拆的 不要了 自能就 自没对 这样啊 过了 不要了 龙外之说是不应杂 三台也 过了 亏啊 对 不要了 小鬼 我们来看分数啊 第一把结束之后 现在呢 蒋老师是六分 另外两位分别负三分 好像三加牌差不多 那排列 比较薄 不搭 两梦 三梦 不枪 队三 个人感觉李静老师的牌也不是很好打 对方 这个队子的话 看起 比较 上面有个K毛里的队子 对K 但是因为开了队子的话 失踪来牌相当于有 不要了 排面不整 逃死 队吧 队开 队毛 不要了 周老师手里还有四张六 不要了 队吧 队招 他这个台打到后面会不会四代二呢 我在想 不要了 队队 队狗根 队队 够了 不要了 看他那么快乐了 切 他就单开始像暴力炸弹 哦 主要是四代二风险挺大 你说四代二全部能走还好 还掉一张呢 对 有双骨在外面 还有四张六在外面 不要了 够了 因为列队的时候 一加角的量分 双骨的级录的话 不是黑打 然后他的时候昏 他有另外一个小炸弹 哎呦 就 过单张还过得挺顺呢 狂 嗯 周老师那边就是说 底柱是开排开的队子 然后也是队子一直靠打的 所以他不敢发队子 他自己的时候是先开个单牌出来 看下情况 不要了 我看他这个样子恐怕再打 不要了 大鬼收 就 狂 狂 宝 不要了 二 说这个人出去看 开里面双骨 嗯 然后不要了 开炸了 过了 没有炸呀 没炸是想骗炸吗 哈哈哈 因为年配也平不了 草山的 你死 每个人的话 我始终有个打网会打 然后死个死的话 这个已经是大牌了 也有可能刚刚是犹豫了一下 记漏牌了 不管怎么说 这把牌他赢下了 我们来看方位的分数 周南大是负9分 李静9分 蒋先荣0分 梁梦 不交 三梦 不枪 蒋老师抓牌了 蒋老师这牌 他因为就是说 虽然是没有滑盘 但是他上行牌比较大 可以对吗 三个雷 但是这牌整体的话 牌的话是比较三雷 对三 开牌打一对三 来牌是上 我建议开牌 可以先出一个单牌 因为两个单牌的话 单的比较小 然后还有一个多单 十七八 对开 因为对之的话 是直接可以 对毛 然后对开对毛 三个人 不要了 单张的话太小 别人放在那里 是走不了的 对 钟老师这个牌 一张花牌不够啊 还有两张花牌才行 不要了 他断个八喝酒 不要了 切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牌 刘章三是为了怕同伴走得顺的时候 可以配上用场 因为他的牌 他相当于的时候 关键是对他发展 还可以做双网 对 过了 他自己走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 二 单张好多 过了 不要了 李老师这个牌 我们来看一下 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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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三代 这个三个人 接着还是有点 可惜 这个接了以后 七八勾 你怎么接 怎么 八 四 开 销 销 销 狗了 小狗有氧 不咬了 笋子 不咬了 狗了 切 狗杆 K 打跪 这就要看周老师敢不敢拼这张圈大了 看看鸡排能力 他是炸的 还是炸的比较果断 说明是季牌了的 3 但是他出3的话 你就是 他这个牌打张3是想让同伴去 是吧 对他因为他因为都是要拼搬 那个打牌 哎呦 我们来看分数啊 现在呢周南大是-15分 李靖呢是3分 蒋贤荣12分 像刚刚那个牌啊 我想再讨论一句 周老师困的时候没几牌 没几牌 他自己的一个宽啊 已经是最大的牌了 对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即便是没有计牌 我觉得那个牌也应该打大张 他想的是 就是说 可能他意味的是说 想计足的牌是比他狂大 所以说他就是说 想让队尤其炮牌 一般像你们计牌的话 嗯 因为你这个水平可能跟我们这个 没有可比性哈 你计牌一般会计到哪个点子上 就说大牌小牌都要计吗 我因为一般就是说 一般我是喜欢计大牌或小牌 对三 然后中间的牌的话可能还计得少一些 哦中间的牌就像六七八 就计得少一点 对对 哦 然后这把牌的话是经过抢了三刀 嗯 四倍了 北修现在啊 已经是四倍了 对毛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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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牌的话 开对三 我觉得这把 都比较被动了 因为你开到对三过后啊 你现在三个八的话 就不能做炸弹了 过了 你就必须要把它带在这个小帘子里 不要了 这把牌如果是开牌开个七的话 那就可以留一个 帮留一个三个八 就是加花牌都可以做四个八 就是帮留一个排行的变化 过了 可能会好大一些 不要了 这把牌倍数有点高哦 我倒觉得蒋老师就三代打下来 过了 挺有优势的 啊 现在是 第一竹的话 这边可以 我建议可以三个 三个二接齐的话 这边 这个牌花牌是 风险有点大 过了 他花牌恐怕就是三刀尖 是这意思吗 过了 这个直接主持 他就减撒 然后就是说看 哦 三张能不能偷跑 对 看现在双方干不干咋 就一般爆三张被炸的可能性比较小 不要了 真是偷跑了 化妆潜逃了 我们来看分数 现在呢 李静是27分 蒋老师呢 0分 周老师负27分 比赛进行到 现在呢 我们先进入广告 广告过后 待会再见 三梦 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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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怎么不好了 八九师姊妹队 哦 但是你吊构框嘛 谁 单牌单的比较多 单多了 对 开开打单张 二 因为现在你说 做八九师都吊构框嘛 不要了 如果做对吧队 只有四构框开门 都吊四开 就只有边走边看了 过了 过了 三代这个排行 他比较头痛 啊 因为正好就是说 两个农民呢 你进来跟的话 三个三代一打到过后 基本上单牌都 被烧了 直接开炸了 不然我给你走 过了 但是那一排开炸的话 因为就是说 外面有个花牌 始终在外面 还有个日 始终另外一个日 要上售 那一排的话 本农民还是炸的 稍微早了一点 二 过了 不要了 三代一 不要了 不要了 堆毛 先抱单张 双轨在外边 周老师应该是不会炸的 堆耳 关到 不要了 过了 其实如果炸了的话 我估计蒋老师 是不敢反炸吧 他 也可以反炸 他这排可以手牌 然后出一个框 自媚堆 不要了 不要了 够了 打单张 嗯 尖可以都算好 对开 没有打单张 他可以跳平 不要了 始终还是要先出一个框 不要了 他恐怕放上尖 尖是大的 框 打成圈 嗯 他必须要就是说 够了 不要了 农民那边生一张 就是框一下 宝吗 防着花牌 因为他如果先出钱的话 万一炸的跟他 外面农民跟他炸的话 他一个狗狗 那牌就输了 明白了 火箭 狗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点意思 现在李静和蒋贤荣他俩分数一样的都是18分 周南大呢是-36分 一梦 三梦 不枪 不枪 嗯 蒋老师抓牌次数还是挺多的 起码在评分的时候比较有优势 他上班上的话看那个 两牌 比较好 对三 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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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牌的话 可能都不是很好打扰 因为不明牌的话可能也都只有 不要了 现在明牌的话难度更大了 难度有点大了 对四 对开 不要了 对毛 不要了 够了 事实上这一牌的话 就是农民主要是这样 我觉得的话 大牌可以直接倒到大 尽 majors 不留这个链子 是 好妈 旧绸是顶天顺 glaub 包括 自媚队 哦 你要防着他的牌型这样来流牌 ' 因为你如果是替雷坑留下 现在都不管是 够接不接 都可以关底主 即使他接一个路气 定位 我们的防 200 死狗狂 或是狗狂K的连刀 K 不要了 R 打跪 躲了 不要了 他会不会打双飞呢 号牌档期 没法他选择 时间倒了 可能是时间 正在考虑倒的时候 不要了 花牌是组飞机大还是 保留炸弹 然后现在结果时间都倒了 然后破关出了一个弱点 这就是想太多了 够了 还可以忍一声 够了 因为现在的时候 你就是名牌嘛 我的小王都打你后头一个人 自媒队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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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干 抱单张了 周老师的牌其实他已经整了 已经狗猪了 小鬼 李老师接了一手 什么意思 不要了 你这个牌 你在长个队子还好 要没这一对七怎么办 还以为你去卧底呢 关键现在周老师没解 这是什么情况 嗨 我们来看分数 现在周南大是-42分 李静是12分 蒋贤荣是30分 可能大家还在都在疑问 为啥是伤疤派 本来 讲的是应该是鼻鼠派 对 因为这种你进来 他可能是点快乐点那个小王 但是点快乐不会 他心里想的是 也可以我传一队 传回去啊 也可以传给那边 周老师 周老师 但是周老师啊 他心里想的是 心里想我出了你已经小王上了 然后你传一队 然后我想的是肯定是 你手上还有一队 嗯 所以说我也都没接你的牌 对 然后周老师心想他接了 万一你那边还有什么想法呢 他干脆就让你走了 结果都是造成了两个农云陪和四五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这把牌呢 蒋老师继续抓牌 他今天上半场抓牌的次数倒是挺多的 但是这把牌的话 相当于都是 短牌没得失的 那把造成了就是单牌比较多 Liubio Malmi 不咬了 狗老 淘死 对救 不咬了 对狂 对K 不咬了 不咬了 八 毛毛 不咬了 耳 不咬了 人家就会先开个三代出去 好三代的话周老师花牌要不要用 花牌 周老师不咬了 你八九十做个三代的话 你就挨炸了 毛毛 因为地主也是名牌的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的 你说他不明牌 你要是不接我还能理解 不明牌 你不接我就觉得说不过去了 现在呢蒋贤荣是48分 李静呢是3分 周南大负51分 不咬 不咬 三毛 不咬 周老师这个牌抓了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打印 这牌的话牌型还是比较正 因为就是说有四个队子 两个三代 然后就是三代哪一个就炸弹了 单牌单队的时候 你三个打一个的话就只当个7嘛 三代也 开牌打三代的话 也就不好办了 开牌开三代的话 你三个K也不可能接回来 对 那牌就比较难受了自己 好了 但是像你这么简易的话 开牌开个7出去 如果能够回来的话 然后再穿对子 二 这么说搭法比较糊一些 然后你如果 你外面穿三代 不要了 可以三个K 还可以公式牌 你四成三也能做炸弹 你这样牌还多一种变化 飞机带紫瓣 不要了 不要了 逃死 好过小队吧 过得五 对我 不要了 对四 对狗根 过了 对狂 嗯 抱两张了 先生的起速的话 就比较难受了 对狗 对狗 关道 不要了 过了 你看你的三代也打不大 只有打单张 七 打单张他会不会拆轨啊 狗根 应该不会拆 过了 因为现在外头还有三个毛两个人 猫猫 儿 过了 不要了 对焦 放手哦 李老师想会不会是一对圈一对K这样的大对子啊 对毛 过了 不要了 周老师曾是 在我们觉得很稳妥的时候 选择了 忍耐 这个时候拆鬼啊 不要了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在这些细节中 可以看出来他的功力到底深不深厚 技牌到底有没有尽准 打鬼 不要了 不要了 所以他赢了赢得不漂亮 我们来看分数 现在周南大老师负45分 李静0分 蒋先荣45分 我们先进入广告吧 广告过后 待会儿跟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三位选手的发挥 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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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想要参加娱乐刷大牌的主意了哈 选拔方式有挑战了哦 哪个才能保命参加嘛 首先你要登录狗根比赛KF端 找到重庆电视台专举 参加娱乐刷大牌每天一次的网络海选赛 达到当天的前路面 就能获得二次选拔赛的邀请函 当月最后一个星期 你要再次登录狗根比赛KF端 接受邀请函详细阅 最终参赛许之 您点击里头的确认参加按钮 再强调一下哦 必须要点击确认参加才得行哦 然后里头可以按指定的时间和地点 去参加比赛了哦 闲下二次选拔赛固定在每月最后一周的周路举行 娱乐刷大牌将携受非料气派俱乐部 宣处闲下二次选拔赛的优胜者 最终参加电视比赛 品牌集恩斗恩还等啥子 娱乐刷大牌期待你的参加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讨好花人而是时辰而是路通即可到达 欢迎回来 这里是娱乐刷大牌节目的录制现场 大家好 我是陈珊瑪儿 大家好 我是陈珊瑪儿 大家好 我是陈珊瑪儿 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有很多种互动方式 比如说我们有 电话63606655 同时我们还有微信公众号 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是文体娱乐刷大牌 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是广电娱乐传媒 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来说一下今天三位的发挥吧 我先说一下我的感受啊 我觉得今天三位呢 虽然说分差比较大 但是呢 目前没有一位 我觉得技术特别好的高手 上班上的话 就是说三位发挥的 就是说师傅的话都有点多 可能这样的话就是说 那边现在江老师暂时领先的 就是说可能运气稍微好一些 就运气 如果说我们给他们三位的这个师傅 来一个等级之分啊 师傅最多的是谁 应该是周老师的可能师傅绝多 周老师 排第二的是谁 排第二的可能现在都 像我觉得都啊 旗鼓相当 我跟李老师跟江老师师傅 师傅都有 然后都说可能江老师 运气好一些 像你们一般经常参加一些大赛啊 就是怎么让自己来减少失误呢 有什么诀窍没有 减少失误的话 一个就是说 脚派的话就是说稍微谨慎一些 谨慎一些 因为就是说 你不了解两个对手的势力 然后你如果像 我们平时一般打到三局五局的话 你了解到对手的势力的话 有时候如果对手 两个对手势力弱一些的话 你如果脚派的话都会 大胆一点了 大胆一点 冒险一点 就是要谨慎 这样才能减少失误 好 我们来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吧 一起来到下半场的比赛 一梦 三梦 步枪 步枪 像哪种派的话 也可以直接的命派 因为短派的最短一个框 已经命派了 好整啊 34567890 7890勾 那两块都会先打一个324 损失 过了 有没有春天呢 如果打对筋 不要了 再放个322的三代 三个人打一个K 哦 这是春天带一炸的牌 对 像这种牌就机会不要浪费了 过了 三代一 过了 不要了 破锦 哎 春天代价24倍哦 这 现在分差小了 李静老师跟蒋仙荣他们分差小 一个24 一个33 周老师走得有点远 负57分 不搅 不搅 三梦 不搅 不搅 像江浪师啊 像这个时候分子比以前呢 可以是 因为在没得滑牌的情况下的话 可以搅分 可以稍微微一些 保守一些 而且你看他像他这个牌 我就觉得 叫的不好 5-6抓起来 全部成费牌了 好死 因为我现在的时候分数了一些 对 如果说分数了后啊 那时候可以稍微拨一下 直接 交一个三分 对嘛 而且这才第十局 就没必要这样操之过之 不要了 更应该稳一点 过了 三代一 过了 不要了 三代一 过了 过了 二 打跪 过了 不要了 我 就 狂 哎 周老师可以放同伴了 毛妈 他可以开炸了 火箭 可以开炸了 因为就是队友已经出了两个三代了 不可能说还有小的单牌 谁 就因为蒋老师太着急 现在呢 他被李超 李静老师 狗杆 分数反超了 李静现在是36分 蒋贤荣 9分 周南大-45分 三梦 不枪 不枪 蒋老师特别爱抓牌 我想 这把牌的话还稍微好一些 因为就是自己的牌型的话 稍微比较真一些 虽然说也没得滑牌的 孙子 就是好歹牌面比上把好 不要了 而且这把他抓的几张牌呢 还都能有用 都有用 尤其这张10点 你看还是挺有用的 堆切 不在哪里 对四 不要了 對毛 entity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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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子 过了 过了 三代一 他恐怕是怕被战 三代一 不要了 过了 现在没出现的牌好像也挺多 三没出现 K没出现 三代一 不要了 不要了 救 耳 打跪 不要了 杂胆 搞了 这个牌就输掉了 不要了 之前有过这样的失误 所以不敢说他赢了的话 不要了 按理来说的话 这个牌 小鬼 江老师是输掉了 不要了 因为你看周老师 他的对子 二都是大的 对不 周老师会不会 不要了 不要 对不 不要了 是默契是慢慢建立的 可能之前有过失误 这后后面慢慢的就有感觉了 对狂 过了 不要了 而 不要了 过了 K 来看分数 现在周南大老师是-39分 李静42分 蒋先荣-3分 三梦 三梦 铺枪 枪 周老师断章十 这个底牌六七八 不得不好 下面主板之后单三十七 这两排名牌的话 从名牌都有一点难度 名牌的话两排都跟腱不好打了 周老师他是觉得难度不够大 我要考验一下自己 狗杆 狂 儿 过了 过了 其实有时候判断这个牌 该不该名牌的话 也是需要一定的经验的 你有什么分享没有 一般来说你自首说 一般名牌 你一般自首说 我感觉 你要不得是三首五首牌能够出完 比如说你自己能够控制 不要了 排线 包括对子三代 顺子那种 你才可以名牌 就是要有几个上手牌 对 你啥子牌你都不能控制 如果让两个农民上手的话 你得牌 因为你名牌的牌 不跟我们平时正常大 你不能够 狗杆 靠两个农民来偷的 因为你名牌过后 两个农民能够看见你的牌 不要了 因为偷给你的话 那个叫侥幸 别人的失误才会有这种情况 一般很少 狗狗 狗狗 讲我这个牌好像三到九 这一排都可以先出 直接出三到九了 就待会再打张人开炸的牌吧 狗狗 狗狗 会不会四代二偷跑 然后再出一个三 四代二 真的是不偷跑了 来看分数 现在中南大是-63 李静是54分 蒋贤荣9分 我们接着进段广告 广告过后 回来看第十三局 好 欢迎回来接着看 我们整场比赛的第十三局 现在内主李静的分数 是54分 还是挺有优势的 但是13局开始就有加倍了 三梦 不强 强直坐 强直坐 来排 相当时单转是比较大 都是一个滑牌的情况下 然后去 缴了三分 然后周老师那边还枪了 然后他再枪回来了 我发现 低牌的位置不得还不错 蒋老师呀 他抓牌有赢 他就是一直喜欢抓牌 管他牌好不好 他本来最开始分数是领先的 就是因为他抓牌太冒进了 丢了几把牌的分数 上来排开牌的话 我觉得开一对三 稍微好一些 因为你现在顺子开出去 因为自己是让现在 有队子里有三队 三队关键是三队都还不靠大 对三队就对狂 一般像我不出牌的话 你当地 不要了 当庄家的话 一般还是 不要了 帮自己 就是说不能靠大的牌 先处一下 就多一手盘拳 对吧 对吧 对九 过了 对毛 过了 过了 估计要打三队 三队也 因为他也不知道 蒋老师有三队K 三队也 过了 过了 他要再打小队子 二 哦 他想双飞 过了 但是你这个 过了 过了 因为这边 走的是枪的外面 正常情况下 肯定有双瓦 我也会双飞 我那是要花牌盪三 那他是不是想这样 三 哎 哎 但是时间倒了 然后这时候选择 又被扣关了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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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三 好可惜啊 刚刚好像失误了 对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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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茧 围检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啊 现在呢中文大师-39分 李静66分 蒋贤荣 负27 不脚 三梦 不枪 嗯 周老师把这个牌抓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排不得不错 不一个三飞一起来 六七八啊 嗯 他这个是不是可以四五六七八九十勾 然后六七八一对 可以 哎 这样好像好一些 五加北 五加北 飞机带紫瓦 嗯 嗯 为什么不把三张八带着呢 好了 他要不要正常应该就是说 打个三飞 然后出一堆死 不摇了 看能不能过一堆可以 他可能是想我打双飞 打三飞 万一人家接不住呢 我打双飞 三打一 你应该接得住 不要了 不摇了 不摇了 我打双飞 我打双飞 不摇了 我打双飞 不摇了 不摇了 这张十 三个刮打出去 然后里面叫的是三个Q 三个毛也没解 这什么情况啊 不要了 不要了 过了 四 毛毛 过了 打跪 有点看不懂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周老师大跪上手了之后 不要了 不要了 对开 过了 过了 对而关到 可以开闸了 脱剪 因为他自己的牌都是整的 自己的牌原色都不单牌 对我 不要了 不要了 要说的话蒋老师这个牌他要了也是能走的 没记在纸瓣 对吧 对也会接 不要了 他自己其实也能接 过了 对狂 过了 不要了 四 我们来看分数 现在呢中南大-57 李靖75分 蒋贤荣-18分 三梦 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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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蒋老师这个牌 三四五六七五六七八九九十勾圈K 好整的牌 两牌 特别整 嗯 这个牌是非常不错的 三把链子 那个看他出三到七还是出三到九 孙子 他出三到七 孙子 明牌了的话 李靖是不是要拦一手 九十勾圈K 把他给拦了 孙子 你为什么要留张K呢 人家都明牌了 这个事物不应该啊 应该接个九刀K 因为其实你都是 你组结婚期的话 就是要当一个毛 当个九 孙子 你接了九刀K 打单张啊 大小鬼分家在你们俩手里 孙子 一 一 三 六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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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狂 狂 还不敢炸 56789不能确定打大眼 刚刚是一对尖已经拆了 尖 你看后面很小鬼 狂 狂 对 对,我们来看一下,五六七八九就输了,这个牌就输了 他再忍一手的话,有没有机会呢,这个牌好像炸早了 也没有机会啊,好可惜啊,看着好整的一把牌,这个问题出在哪呢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现在呢,中南大是-45分,李静87,蒋贤荣-42分 刚刚蒋老师这个牌看似特别好,结果被他打输了,我们想复个盘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然后都说前面出牌肯定没有问题的,关键的是说 然后讲,那边李老师出开的时候拿上那个帽子,因为对毛肯定是直大的 然后现在都说,再不能确定我这个五六七八九靠大的情况下的话 我如果撕了毛,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现在是- 也就是说这个,这张尖,我做对子肯定是大了,但做单张是大不大的,是什么意思吗? 对,说说都必须忍一手,好,如果是忍一手的话,好,那把牌相当于是不要 好,好,然后可能周老师那边正常的话,可能会接一下 接张尖,有可能,接张尖 反正你不要单张,他继续打,他出个框嘛 这边不要,好,这边也不要,打张尖 继续出框,好,然后那两边只能够不要 继续不要,还是得输 不啊,好,然后那边只能出三了 好,就是那边上一个钩 顶一下,好,这边先不要 不要,因为那边是周老师省两张过后 然后你再继续搅了三分的,这边就是外面的话,正常情况下 肯定不可能有双旺了 就在这个时候你要判断这个双轨它是分家了 那边就冒险一炸,哦,明白了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不交,三梦 不强 不强 比赛经历还是比较丰富 他现在这一派还做平时的话肯定是直接三分了 因为是三大宝的两派,花派和小王 然后因为他现在暂时分数领先呢 保守了一点,一分都没加 因为他现在的时候分数领先的也比较大 这个分数的话,其实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讲是十那九稳了 对 后来,我们两个人就用了 老师 我们是一位 这次 贵 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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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3-40连牌 是肯定解不起的 手上的牌已经不够了 不要了 像现在的话 你这边都已经可以开咋的了 不要了 因为他只剩3张牌了 不可能是4张2的呀 因为刚才已经显得了 8拍左往 然后4刀毛 3-40连牌 孙子 过了 不要了 孙子 不要了 够了 死 我们来看啊 现在类局领先 93分啊 另外两位呢 一个-39 一个-54 只剩下最后两把牌了 三梦 不枪 不枪 姜老师哪张牌的话 都会直接拧牌了 好整啊 一把帘子 这几个三代 十个三代 三代 可能之前 就是几次名牌打输了之后 现在他已经不知道 什么干明什么不干明了 他现在可能也觉得的时候 真说啊 相差有点打了 就已经死去信心了 他还要划算了 你干就了 好来看一下 孙子 上枪那一排的话 因为的时候 绑三个框 一进大显了 可以自己的打个八道框 八道框 然后除三个五打一个切 然后三个二打一个打完 意思就是说你要留意这样 免得现出现这种爆单的尴尬 现在的时候 如果万一 花牌出炸 两个 两个 外面又砸的话 然后不当牌的话 对对对 这也是个经验 我们来看分数 现在呢 周南大是负42分 李静90分 蒋先荣负48分 只剩下最后一局 分差比较大 最后一把牌 到底有没有惊喜 我们进入广告 待会再见 今天的比赛马上都要杀过了 但是千万不要走开 《重庆温基娱乐》频道 微玩起点为你带来开心剧场 开心剧场 超场局限 让你一次看狗狗 赶紧回来看 我们整场比赛的最后一局 今天李静老师分数呢 是遥遥领先 另外两位的分数差不多 是落后的差不多 不交 不交 你看李老师都不抓牌了 不交 刘菊 三家都不抓 运气始终在我们内住的一方 那一组就应该叫个一分把这牌抓了 避免留局 不要等到人家真的是 不强 双轨四张二四张尖四张K这样的牌 所以说不强 因为分差大了 还不是我也翻盘 但是像如果遇到以后 遇上那种分差小的话 分数领先的时候 尽量可以交个一分 就说龙王的时候帮 因为我们只打帮那个拘束 直接的时候打完割掉 保证不留局 底面的时候 万一因为最后一局翻盘 那种的时候 直接可能有一些遗憾 三 这个开牌打的是一张四 因为他混的是 一混的是周老师还是对点到不上不当说些 他这个书标啊 整场情况啊 应该是混的是电力 狗干 香的是电力对谁 然后混的是电快乐 过后啊 就只出来了一个 我是老妈 那在这个比赛最后 我再次提醒一下电视机前 想要参赛的朋友们 记住我们的这个报名网址 就是3w.google.cn 除了报名呢 也希望大家平常在上面 多练一下这个呢 抑制娱乐嘛 对 大家的时候 在无头啊 会用电脑啊 书标啊 就是多联系一下 多大一下 就是要习惯用书标 对 狂 现在我们大多是喜欢用手机 用那个APP 在里面玩这个游戏 因为手机啊 都是大家一话都过了 那种的时候 对对对 就要一张一张的点 今天有选手说 哎呦我点了 这个牌怎么就出不去呢 没准你点的这个牌 它就不符合规则 没准就多一张 少一张是吧 对 逃死 不咬了 对吧 狗了 不咬了 飞机带紫瓣 现在已经 狗了 狗了 确实啊 剥剪 遥遥领先啊 这个分数也特别吉利 99分 恭喜李静老师取得了今天的泪珠宝座 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品牌嘉宾吴正斌老师 谢谢 今天比赛结束了最后呢是一点全面都没有 李静老师的分数啊是遥遥领先 这个没办法的啊 来 请出李老师 尤其李静老师两年贯到手了 感觉怎么样 怎么样 还行吗 还行 今天应该说是比上一场的感觉好 感觉好 今天其实你们三位失误都不少 嗯 我想问一个就是题外话啊 就平常你在参赛之前 你在家有没有经常就上3w.go.cn 用鼠标经常练 有没有练过 嗯 还是要练一种 对 就真的是要上我们平台多练才不会有失误啊 记住我们的报名网址 3w.go.cn 来 容易正式方法给您 好 我们将今已经累积到七百月 嗯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